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奸臣弄权 皇帝驾崩后死而复生变成丧尸 令到朝鲜王国陷入恐慌的故事 去年开播成功掀起话题 第二季今日 上架承接上继情剧 丧尸已进化到无惧日光 令饰演王世子的朱志勋束手无策 他跟英女裴斗娜 神枪手金城龟对抗丧尸之余 还得应付王妃戒度诞下男婴 企图抢夺其王位 朱志勋 裴斗娜 柳成龙及京城龟日前透过事项会议 在韩国接受本地传媒访问 大会事前颁下禁令 严格审查传媒问题 包括禁止提及演员私生活 证件 对新冠病毒肺炎的看法 甚至连艺人拍摄期间受伤 素颜演出 以及来自新兴的你 全志贤客串等 一律不准发问 两句同拍更易抽离 朱志勋表示 第二季拍摄期长达六个月 期间遇上不少困难 但仍喜欢其角色 我是王世子 高高在上 感觉良好 自从演出与神同行后 他的片约不断 除了李诗朝鲜二外 同时演出SBS电视台新剧富豪辩护人 他只工作繁忙 反而有助拍戏 笑颜只需要0.2秒就能成功抽离角色 被问到有否想过王世子剧中的下场 朱志勋坦言从没想过 不过编剧金恩西暗示 王世子一直是善良 正直的一方 第二季仍是如此 但对这角色往后的发展 已有很多不同想法 可能出现大反转 不一定是好人有好报 扮演一女的裴斗娜肩负化解丧尸病毒的重任 虽是女流之辈 面对丧尸却没退缩 而是冷静思考如何应对 他表示角色没有太多动作戏 有时会羡慕朱志勋等拍档可以舞刀弄枪 又笑说自己手脚不太协调 拍打戏有难度 甚在不太需要演技 至于神枪手金城龟表示 上季的跳跃动作特别多 曾担心会受伤 幸好顺利完成 经济则有很多大型动作场面 拍摄前有练习 唯独没有练枪法 因为当兵时已学懂射击 在军中射击考试 可以开20枪 中了19发 编剧透露京城龟系 分将会加重 并揭开他绅士之谜 最后谈到李诗朝鲜首播后 在各地掀起话题 在美国影评网站烂番茄 Rotten Tomatoes 更获89%好评 身兼监制与首季导演的金城勋称 从没想过剧集能获亚洲以外的观众喜爱 令他对经济的市场反应更加期待 经济导演仆人记则透露儿时是港产片迷 最爱英雄本色和成龙电影 希望大家细心欣赏经济美意